你看做骨节节的一个外上方 这区域是什么呀 锅绳机的骨耳头机 往里面呢 半剑机半磨机 往下方呢 大收机 对吧 大收机的机键在做骨节节上 所以大收机他们也说有什么样 深宽的功能 对吧 然后在这个里面 内侧 这是不是做骨节节的底节节韧带的辅导点啊 然后再往里面什么呀 闭孔内机 闭孔内机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底节节韧带和闭孔内机的辅导点 那你看闭孔内机怎么长的呀 由这个闭孔内膜 跨过做骨小切记 做骨节节这个去 指于刚刚讲的大串子的点啊 所以这是闭孔内机 闭孔内机 那在做骨节节的外源 主要是闭孔外机 然后是什么呀 骨方机 所以我们讲做骨节节的松节 我喜欢趴着扎 也有人喜欢干嘛 侧位 侧位因为做骨节节是很明显突出来的 但我觉得趴着扎 手感调很好调 调方向 趴着扎真张到做骨节节 首先往下 是不是把到大手机松节到啊 贴着骨面向内 是不是把闭孔内机和这个 底节扔在松节 然后再回到骨面 贴着骨面向外 是不是把骨外侧 闭孔外机给松节到呀 闭孔外机给松节到呀 所以这个点松节开了过后呀 对整个刚刚讲的做骨节 区域引起的相关症状 都是很有帮助 骨方机 臂孔外机 呃 骨二头机 半剑机 半磨机 当然这个半磨机在 半月板损伤里面也很常 也很常见啊 然后大手机 然后臂孔内机和 底节节扔带 所以刚刚记得 维股痛扎哪个位置 坐骨节节内颜 坐骨机 对吧 还有这个皮管练口 啊 去扎 好吧 那下面我们再 有没有刚刚讲的相关症状呢 可以处理它 啊 你看 错骨节节的